割喉膜不洗澡爱惹事被关赌居房 残忍杀害11岁男童的汤姆熊割喉膜曾文青 前年底被关进看守所后 只当了一个月的乖乖牌 隔月就因个性孤僻 卫生习惯差和大家都处不来 接连和室友起冲突 甚至辱骂冲撞管理员 因多次违规住进毒树社 他因为不爱洗澡全身都是皮肤病 管理员还得替他洗澡擦药 作息也不正常 坊间内就像狗窝 常得派专人整理 而且被借敌问讯时 还要求吃饼干才肯酱 管理员无奈地说 对他就像服侍大少爷般无为不至 考量他不善与人相处 目前仍让他住隔离社 动新闻台南报导